中文字幕——YK 唱腔和唱歌方法 今天,尹林老师就从声乐专业来分析一下 她的唱腔以及唱歌技巧 希望对大家在学歌之路上有很大的帮助 她的唱法呢,是美声唱法和流行唱法相结合的 具体怎么说呢? 她的唱腔就是美声唱法的底子 但是用流行的方式去演绎歌曲 我用一个简单的方式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首先呢,她有美声的基础 包括运气、气息支撑和共鸣位置 然后呢,她有流行的音色 包括气声的运用和咬字 下面,我具体来讲一讲 周声是怎么运用这两个不同领域的唱法 来诠释歌曲的 美声专业的学生都知道 我们为了练习运气和气息支撑 平常都是花大量时间来练习的 其中包括哪些练习呢? 打嘟 我们用打嘟来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的唱歌气流 第二,解决喉咙唱歌的错误问题 第三,找到丹田的位置 第四,长期的训练可以加强气息的支撑 打嘟也可以分为长和短 长 短 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唱歌节目 或者是综艺节目 在后台,歌手大部分都是用打嘟来开嗓的 让整个声音的通道能够打开 狗喘气 把开口狗喘气改为闭口来练 呼气时,腹上部忽然迅速内缩 此时是有弹性的 你会发现这猛地弹出去的气 在出去之后自动又回吸进来 此时连续地去做 做到无力再做时才停止 这是锻炼和提高腹肌与痕肌的 协调运动能力的有效方法 刚开始做不太协调 可慢一些 随着练习深入 逐渐协调并加速 周身的投身共鸣 周身的共鸣位置很高 很有穿透力 它的音色其实在中低音区和高音区 有很大的不同 不是大家所说的女生唱歌的声音 一个原因是它的天生条件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它用的方法 声音条件我们是改变不了了 但是方法我们是可以学习的 首先说一说高音区 它的音色是空灵感的 那么这个空灵感是怎么来的呢 很多人唱高音的时候 声音都会虚掉 周身唱歌始终保持高位置 其实也就是落混处理 这就给人一种空灵感 我觉得周身的音色 在高音的时候 像沙拉布赖曼的声音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它的歌 周身的中音区也非常有特色 它有非常漂亮的气声处理 往往会用在开头 但这个气声在专业美声上 是不会用的 往往在流行歌上才会呈现 所以周身的唱腔定义就是 美通 美声加通俗唱法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段来看一下 最后我们再讲一讲它的咬字 它的咬字呢 不是字正腔圆 而是柔美细腻精准的 举个例子 我觉得像邓丽君 大家都听过周身唱邓丽君的歌吧 咬字是非常精准和细腻的 说了这么多 我觉得学唱歌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得一步一步来 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的音色 适合怎么样的风格 当然最好让专业的老师来听一下 自己不要瞎琢磨 另外保护好自己的嗓子 护嗓也是很重要的 OK 今天的课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请按下小铃铛 订阅我的频道和点赞 我会不定期的发布 关于学唱歌的视频 拜拜 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